哈喽,大家好,我是Selina 前几天的美国国庆日,大家都去看烟花了吗? 我发现今年观看人数特别多 虽然疫情还没有结束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看表演的心情 的确大家去年一年过得都太压抑了 不论是疫情还是大选 感觉已经很久没有庆祝活动了 哎,昨晚虚惊一场,整晚都没有睡好 大概十二点半的时候 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大半夜我肯定是不敢开门了 想着他敲一下没人就会走 哪想到这一敲就是十几分钟 没办法 我只好下楼去打开大门口的灯 透过门径看到是一个男人 他戴着帽子 我也看不清他的脸 我就问他 你找谁啊 他说了名字 我说这里没这个人 他还是不走 继续问其他的 那我就问他 找的人的地址是多少 他说的地址跟我家一点也不搭 我告诉他地址错了 可是他还是不走 问我 他想去的地址离这里远吗 是在附近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是新班来的 然后我就关灯上楼 在楼上的窗口 我偷偷地看他走了没有 看到这个人在门口 诡异地转了一圈才走 虽然呢 我家安装了警报系统 但是受到了惊吓 还是整晚 不敢关灯 一夜都没睡好 主要是 最近这段时间 加州的治安太差了 越来越觉得没有安全感 每天新闻里不是枪杀案 就是入室抢劫的 上周六吧 邻居群的一个女朋友 带着孩子 在南海岸停车场 差点被几个飞翼抢劫 幸好一对白人夫妇出现 跟他们一起把车 开出了停车场 这才脱离了危险 以前这些小偷 还只是砸车 顺手拿走车里的物品 如今 已经无法满足 抢劫者的需求了 现在 直接去商店里名抢了 26号晚 在San Gabriel全统广场里面的 九九大华超市 三个黑衣人 在大庭广众之下 明目张胆地 在超市里面的收银台 抢劫一个准备结账女士的包包 真是太猖狂了 San Gabriel警局说 当晚在全统广场 被抢劫的一共有三人 都是华裔女性 另外两个人 都是在停车场被抢 这三名飞翼连续作案后 驾车逃跑 至今都没有抓到 华人社区治安越来越差 这样的抢劫 不是在黑暗的 人少的地方 全统广场当时人很多 这次竟然在超市收银处 众目睽睽 还有监控的情况下抢劫 真是无法无天了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也在华人区住过 八个月过渡期 每个周末 都会去传统的大华超市买菜 十年前的治安 其实也不是很好 记得有一次 警察出动了直升飞机 封锁了几条街道 来抓一个小偷 我住的地方 刚好就在被封锁的街道里面 警察拿着麦克风 在飞机上喊话 让大家关好门窗 不要出来 当时我就被吓个半死 好莱坞电影里的片段 今天被我遇到了 在国内 咱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啊 后来我们很快买了房子 搬到Orange County 宜住就是11年 以前这边是加州最安全的居住城市 最近治安情况也在下降 速来有全美安全城市 荣誉的儿碗 上个周三晚上 也发生了入室抢劫案 一名女子刚洗碗早出来 发现两名非裔男子正在屋内 就这样 女子被迫带着劫匪 搜查了每一个房间 找出了金钱和珠宝交给劫匪 受害人的男友回家时 发现不妥 立即跑了出去 并要求邻居拨打了911报警 劫匪这才马上逃走 据说 当晚尔湾被盗了两三家 都是华裔 所以建议大家门口最好不要贴队帘 摆放拖鞋的 让盗匪很容易分辨出 是华人居住的房屋 加州自从执行了 偷盗价值低于950美元的财务 从重罪降级为轻罪后 就慢慢成为了抢劫者的天堂 而这其中 华人居住最多的几个城市 更是被小偷频频光顾 前段时间 我一个女朋友 她住在Missionville茂附近 一个星期被打劫了两次 一次是车停在自家车库门口 被砸了玻璃 钱包被偷走了 钱虽然没多少 但是银行卡和ID都在里面 这小偷也很可笑 拿着她的信用卡 跑去Tarkey的消费了200多 又去附近的汉堡店 买了个汉堡吃 唉 就这点出息了 事隔一个星期 他们整条街的邮箱 又被小偷光顾 邻居报了警 警察半夜来敲她家门 了解情况 最生气的是 她刚刚才补办的驾驶证 在邮箱里还没来得及拿 这又被偷了 在美国居住过的人都知道 去DMV办理驾照手续 有多么麻烦 排队都要排几个小时 这两次受到的惊吓 让她心里留下了 极大的创伤 最近她开始在卖房子 打算要搬到德州去 新冠疫情确实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 曾经引以为傲的加州 如今民众对治安问题深感担忧 加上高房价 高消费 高税收 以及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 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逃离加州 搬往外州 居住在加州的您是否也想离开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工资料